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 他的题目就是真实的敬拜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一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真理敬拜他 因为父要找这样的人敬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敬拜他 那么这边呢 他讲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恩典时代 而这次经文里面 谁讲出来呢 就是耶稣 耶稣他那时候 他就在跟着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那么那时候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撒玛利亚就在 哎 敬拜的时候 不是要在撒上 他在谁别不杀了 但是呢 耶稣就很清楚的 从这个经文里面的带出呢 甚至他带出来是代表着父说他要一个怎样的人来拜他 那么从这个经文里面呢 我们知道那真正拜父的 他拜的里面呢 他里面讲的意思就是 虎体头地 也就是说呢 投降 我们知道投降 怎么样 我认输我认输 那么呢 这个里面其实他带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意思出来 是否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呢 我们呢 都是向神判见自己是没有的 因为当我们投降的时候呢 我说 我说 ok 神认输 你要讲什么 其实里面就是 好 我顺服 还是神已经讲了的话 然后 我们就继续爱我贵了 我要我自己的意思呢 里面主要的就是 我们生命是否愿意让神会服 我们是否想服于他 那么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呢 你看我画这个招啊 因为真实的近代 竟然有个真 就会出现一个脚的吧 那么呢 里面的这个金 金句啊 金句里面呢 就很明显的 看出来就说 真的呢 神是个灵 那么灵灵 神是个灵 所以我们 我们拜的所要相同的一个叫什么 相同一个脚 叫脚 是吗 比如我们是人 但是我们不能有肉体 来敬拜这位神的灵 为神是个灵 所以我们要理我们的 我们有灵魂体 我们要理我们的灵 来敬拜我们的这一位神 那么在这个灵里面呢 还有带出来一个就是说呢 神呢 他是无所不在 他不说空间的 所以我们并不说哦 我们需要 只是来到这边 教会我们敬拜 我们才敬拜 就算你起来拜 你要起来拜 你要敬拜好 神就在那里 你也是可以敬拜的 然后就是要投入的 很实际的 进入到灵里面 然后来敬拜神 那么呢 我们这里有讲到的就是 一个就是灵 还有一个就是 实际 真理 真实 那么这里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就是说呢 所以敬拜神的必须用心灵和真理 真理里面呢 他里面的那个字 就是 出来的意思呢 就是实际 真理 真实 所以呢 但是呢 在这里面呢 当那时候 圣玛利亚所讲的时候 他们所在一个什么 一个是地点 还有一个是祭物 所以呢 但是呢 耶稣他讲出来的是 我要的祭物是实际 是真理 是 是真实 啊 所以 因为耶稣就是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接着我们 就不能到父 那里去 那么呢 这边还有就是 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否 我们审查我们自己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里面 掺杂了很多 我们更请进神 是为了更安神 但是我们实际里面的心 是否是真的这个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这个呢 那么呢 态度 态度呢 里面这个就是很重要 规规矩矩矩 情悲诚实 清洁 但是呢 里面我们可以来翻开 诗篇 第五十一章 十六到十七节 ok 大家我请 请啊 诗篇五十一章 十六到十七节 对 你们本不喜爱记录 若喜爱 我就献上 还记录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记住是忧伤为神 云打忧伤痛悔的心 免疫父亲爱 所以里面我讲的态度 这边有很多有签币 有规矩 有诚实有情节 里面他其中还一样的就是 啊 忧伤痛悔 忧伤痛悔的心 所以呢 正在忧伤痛悔的时候呢 里面几书 刚才那证据里面他提出来就是 拜 要说投降啊 其实投降里面呢就是说忧伤 忧伤并不是只说我这边很伤心 忧伤就是说我们愿意我让我们的灵 让神来压岁和破碎 因为唯有我们的灵被神来破碎的话 那么呢 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 那个敬拜呢 就是很 就是真实的一个敬拜 那么我们如何看出他说 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有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呢 我现在就是当他敬拜啊 读经了很多时候呢 他里面的灵里面就会常常 来到主的面前呢是认罪 悔改 听后拆遣 然后呢 带出来的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感 生活的一个感变 那么这边假的敬拜呢 这边人呢 可是他靠的是什么 他人呢 他靠的是 为了表面功夫啦 仪式啦 守律法的 然后他 他其实他没有 里面完全没有灵药了 他靠的是那些肉体情感 所以呢 其实他往上去的时候 他不是敬拜的是灵药 他里面跑去的是偶像啊 情感 是周体了 所以可能他敬拜的时候 他很投入 你看他 他觉得你也觉得他很投入 可是他只是一时爽快感 他很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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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里他的态度 里面呢 他真正他里面的是一个虚骄傲 虚假 是一 然后 尾山 那么 这个呢 他躲上出来呢 就是活在一个 自欺欺人 然后就是 他做跟生活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我们就来看一个 例子 请翻开 陆加福音十八章 九到十三节 大家请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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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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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连连的章证连绝望见也不敢 只随着说是那太恩可怜多这个罪 我告诉你们自认的严训 也让人搞顺为疑 因为很至高的必降以为自非的必至最高 好所以刚刚这边历史里面呢 其实很明显就带出谁才是真了一个境界 就是来真正来寻求神的 然后呢哪一个是假的法利赛人咯 然后这个真的竞跟谁啊 所以有什么因为他很虔卑啊 然后呢可是那一个法利赛人呢 他是敬拜的 对他是假的一个一个敬拜 那么我就以一个我这次的竞争啊 然后我的竞争就是在大概这两个星期间 那时我的敬拜呢那时候我我围绕在这边 然后绕着 放个打然后绕着都一直常 其实我常常都常被神对付 然后呢甚至我每一天其实都有联系敬拜了 所以你知道早上神是要领敬拜 我每天都在历史历历历 可是围绕我的都是压力啊 然后甚至来到当天 我来到那个地步就是当我在灵的时候啊 紧张到一个地步啊 我上次我其实感觉到灵的的 圣灵在我身上动口是很大的 因为紧张到我整个身体是这样 然后在灵的时候 我都会发觉到那个灵进来过的时候 我真的是 哼 收下来的 其实整个身体是不舒服的 其实我是困在这边 然后就 过了一个星期 过后其实这个每个 那个生活其实里面呢 当中呢也是一直在 也是在一直在被神来对付 然后呢 到了刚刚过的这个星期日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什么都放了 我说主我真的是放了 因为我经历过那天晚上 我有我的病有放死放起来 但是我真的感谢神 我如今还有多有神秘否则 我说主啊那真的做了什么 好了就好好的做 却又十秒 我如今拜 那所以今拜的什么呢 就真的是感谢神 就得失败 然后呢 结论就是 在马太福音15章7节 这百世用口亲近我 嘴神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所以被这句话呢 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常常提醒 我是否用嘴亲近神的 用嘴 我们的心是否有没有远离神 我们嘴跟心是什么是一致的 愿神的拜主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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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